所以數位剛剛的資料新聞認識 就是很深 然後最開心的就是可以這個project所牽涉到需要協作的人 然後都陸續的在剛才取透切的時候就聊到了 然後就是任相跟心意就超感謝他們的 然後總之就是現在知道 至少就是比較知道要找的一些人 然後甚至是那些人都已經瞄定了 就這件事情要數位化不提數位化需要找到的人 在這裡因為經過一些討論你變得比較清楚 下一步變得比較清楚 然後甚至心意剛才聊的時候 他說至少 當然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變成法律專家在研究 然後他的那個感想好像是我覺得很有道理 就是至少你遇到去諮詢的時候 你遇到去問那些問題 我覺得是很棒的那個情報 然後那個祥任 任翔 任翔他剛才就 我就請他幫我們把那個實際的那個 我們團派的一些資料去測試 到底有哪些 那些應用程式是可以做的 然後他做他幫的時間 然後找到一些可行的方法 我就幫我驚喜 就是我不知道會有一些進展 但總之 我實在情果幫我還有感想 但我也不知道 就是覺得就是第一次來然後就有體驗 亂體驗 但是遇到很讚的人 謝謝你們 好的 那我就講一下就是剛剛測試的什麼 因為 呃 這些是剛剛那個 那個Wiki他們的文藥他們提供給我們的一些reference 那剛剛 剛剛其實 因為 因為 阿丁拉手上有一些之前翻牌的資料 然後我就直接 上網 就是 就找看他有沒有開源的OCR專案 然後就找到那個 現在是由Google在維護的 呃 Tesseract 然後 非常的悲劇 基本上是 就是 就 就左邊那個是他 他要倒出來的結果 就是 沒有一個字 對的 對 所以 所以就是 我們 我們 評估可能 原因是因為 一來他是垂直文字 然後 Tesseract好像不支援垂直的文字 那 他是古文 就是 他上面 有一些 有一些文字 可能 現代的 就他在訓練的時候 可能沒有被訓練進去 然後還有他的字體 也不是常見的 電 電腦書寫的字體 所以 後來早日早日 就想說 欸 啊 啊 Google現在自己 他那個 Google Cloud Platform 就有 就有 一樣有個Vision的狀態 現在在Beta 就是如果 有拿Android手機 比較新的 是Android 9.0的 你們的手機裡面 應該有個東西 叫做 叫做什麼 就有個 有個Google自己的App 就是在做影像辨識 還蠻好玩的 那 結果 就稍微試了一下 他的 辨識率非常高 就是 這邊 正確率應該至少有9成以上 那 他的API是 他有免費方案 就是 我直接把整本書 丟進去給他 不是整本書 就是那一頁 丟進去給他上 然後他可以跑出來 像這樣子的資料 就是 其實他正確率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他免費 每個月 可以這樣子 一千次 就是丟一千張普遍進去 他就在超過一千張普遍 他每一千張普遍也只要1.5美金 就其實是非常非常便宜 那 以這個計畫來說 甚至 就是 可以說是免費的 大概 大概這樣 大家好 然後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來 黑客搜 然後 謝謝 快到了 所以我負責的就是 因為 其實我們都沒有任何經驗 所以我們就在研究說 那到底該怎麼開始 然後就上網查了很多資料 然後 就是我其實沒有任何法律背景 然後就開始想說 欸當然 如果相關的議題 要怎麼發 就做了這個表格 然後發現都看不懂 然後就想說 好吧 那就看一下有沒有 就是相關的案例 然後就想說直接翻拍 會不會有 這種古書古話 會不會有一些著作權的問題 然後就說 喔好像超過50年的話 好像那本書 其實是1908年 台湾總督府去拍的 然後 就發現應該好像沒有著作權 只是又不能確定這樣 然後想說 那 剛剛我們看到的一些資料是 就是有一個專家是 阿丁認識的 廖王丁 對 的那個 就是研究文化相關法律的 然後就想說 那 至少這些問題 好像是我們可以去研究看看 對啊 所以就是 結論就是一個下午 沒有辦法成為法律專家 有沒有想σus 對藥上庭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happiest 吃飽飽了 開始 還沒